老罗是出租车司机,每个月能挣个万把块钱,除去两千的房租和日常开销,一年能存一些。 有了一定的存款以后,老罗就不安分了,他发现开出租车能赚钱,于是第二年就借了点钱,再加上赚到的钱,就投资买了一辆车,请了一个司机投入运营。 结果第二年上半年的盈利,就把借款还清了,尝到天头以后,第三年又买了辆新车,请两个司机帮忙开车,第四年滚动到十辆车的一个车队,老罗干脆就不做了,专门负责管理车队,协调司机,每个月都有四五万的现金流,这就是他有了买房的底气。 他找到一个八十万亿百平的房子,依旧采用老办法,自己出一部分,再借一部分,还在银行办了贷款,把房子拿下,两年以后,债务全部还清,老罗又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,当时房价涨到一万每平方米,租金涨到三千块,在银行抵押了八十万,又拿着八十万买了一个八十平的房子租出去,租金每个月两千四,紧接着又用这套贷款六十四万,再买了一套, 六十四平米的房子再租,每个月的租金是两千块,就这样,雪球越滚越大,简单的分析,老罗赚钱有三种维度,一,色套房子的租金每月加起来是九千,这是工具型杠杆收入,还有十几台出租车的人力运营收入,通过买卖或者出租转让产生的收入,叫经营性收入,二,通过抵押权获得的贷款,再用贷款将资产放大,叫融资性收入, 三,房子的增值,是用时间杠杆,叫投资性收入,从这三个维度来看,经营性收入只占所有收入来源的百分之十都不到,甚至是赔钱的,因为还要还银行的贷款,占据他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是房产的增值,而他买的房子,目前均价在三万元以上,这才是他最大的收入, 穷人实力,富人借力,懂杠杆借力的人,才能用最少的付出,赚回最多的钱,这就是思维创造的价值 感谢您的期待